这是刘备在江山与美人之间的一次抉择 他用事实证明了 一个有能力的男人 不但可以带领兄弟们打江山 也能让一个女人死心塌地的 跟着他浪迹天涯 于是刘备忽悠孙上香说 在孙上香说穿刘备 想要回荆州的心思后 驰骋的刘备也随即点了点头 接着刘备继续谎话连篇 表示这一离开也就三个月的时间 等他击退了曹操 到时候再回来 而聪明伶俐的孙上香 知道这是刘备的说辞而已 他知道根本就没有曹操 来攻打荆州的事情 只是刘备拿着这件事当幌子 好一走了之 于是一脸可怜兮兮的刘备 告诉孙上香 他打了一辈子的仗 这次来东吴就是享受的 到现在他已经玩腻了 该耍的也耍的差不多了 就是万万没想到 你会对我这么一往情深 我要是这么一拍屁股走人了 还真有点舍不下你这个美人 但是你要是跟着我走了 又担心你跟我吃不惯粗糠烟菜 我不知道怎么跟夫人说 看着恋爱的小女人这么好忽悠 紧接着刘备趁势发动了总攻 这段情话瞬间感动的孙上香 泪流满面 扑得稀里哗啦 看到刘备说得如此情真意切 能把帮他养阿斗的夫人 说得跟从未存在过一样 这很快让孙上香单纯的做出了决定 现在 我是你刘玄德的妻子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看到孙上香很吃他这一套 于是刘备握紧孙上香的手 装起了深沉 这一举动彻底让孙上香沦陷了 甚至还主动提出 他要想办法帮刘备一块潜逃 这个女人来到自己母亲的房间里 看到母亲正在跪地 虔诚地祈求上天的保佑 于是女人跟着母亲的样子 跪地双手合十 绝了起来 再看到打扰了母亲 赶紧来了个行李坐机 咦 今儿怎么记得来看看我了 再看到自己的女儿孙上香 结婚后被滋润得不错 作为过来人的吴国泰 对刘备这个老女婿的表现 感到甚是满意 看到吴国泰 对刘备这么关心 于是孙上香面不改色地说 明天是刘备父母的季智 坟墓又远在北方的卓郡 为此作为孝子的刘备 所以心情就不太好 我想 陪他出城到江边去 此时作为经历吴三代的吴国泰 哪里看不出孙上香 要帮刘备出逃的小星子 但为了女儿的幸福 他拼了命地控制住眼泪 这是镜像你该去了 接着用颤抖的手 扶了扶孙上香的病脚 表示要给自己的女儿梳死头发 作为他最后的回忆 就这样 吴国泰带着孙上香 来到了同镜前 一边流泪 一边为女儿梳头 嘴上还絮絮叨叨 说起孙上香小时候的事情 至此 孙上香也已经意识到母亲的苦心 嘴上虽然没有点破 但却拿起了剪刀咔嚓一下 剪下了一柳情丝 置于岸上 以为母亲的思念之情 在此 东乐感叹道 亲爱的男同胞们 一定要爱惜自己的妻子 不然你丈母娘也不会放过你 话虽这么说 但深知女大不中流的吴国泰 还是叫来人后 打算配合刘备 给她的出逃 营造一个机会 于是吴国泰为了女儿女婿 能够成功逃脱 趁着年关将近 召集了所有的温武 提前召开了东吴年会 江东一众温武 当即欢快地对引起来 而吴国泰自知 自己一个女人 陪不好在场的男士 于是提议大家 多多向孙权敬酒 目前 我的酒量也不好 就这样 一众温武忠臣 把矛头都对准了孙权 谁料没喝几杯的孙权 真的娘们儿了 还没等回敬大家时 就端着酒杯 趴在了桌子上 引来了群臣说笑的同时 吴国泰也满意地叫人 把孙权给抬回了后宅歇息 就在吴国泰 单待一路 吸引全场注意的时候 刘备等人 早就收拾好形容 准备偷大龙了 好在吴盟 一直安排探子紧盯刘备 看到刘备的奇怪动向后 探子赶紧来到年会现场 跟吴盟汇报了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 还没喝迷糊的吴盟 赶紧安排将军贾华 带五百人去 盯住刘备的动向 而他则返回九席 拉着东吴的文官之首张昭 走了出来 告诉了他刘备出逃的消息 而张昭这个聪明的人精 自然知道吴国泰今天这个安排 当即揣着明白装糊涂 那你何不禀报公警 跑这儿来干嘛 这可把吴盟急坏了 要知道周瑜现在正在柴桑整局 后天才能回来 要是能找到大都督 还跟你这个老头在这里商量 当然表面上吴盟还是客客气气的求助张昭 希望他能把消息禀报孙权 让他拿主意 而张昭却不紧不慢地回复道 主公已罪得人事不知 怎么向他禀报 这一下吴盟终于不耐烦了 借着那二两酒劲说了实话 这太夫人和女儿女婿是一条心的 随着二傻子吴盟 一下子把话挑明了 张昭也懒得再跟他应付 留下一句你自己看着办 就回去喝酒了 却在这时 刘备的谋舍孙前从后门走了出来 看到四周没有探子后 这才和刘备驾车走了路路 那么刘备此行 能顺利回到京中吗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长按点赞 东勒会一直与你相伴